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孔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7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植物與光的一個躁度的關係 那我手上的這個是一個躁度計 在蝦皮買的 200多塊300塊有找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東西呢 我要去測一些 像是 燈啊 燈的它的亮度啊 還有 植物環境所需要生長的一個亮度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做一個測試 那這個東西很便宜 不用太精密 因為太過精密的你可能很貴 相信大家可能也不太會常用 買太貴也不好 所以呢 這個300塊有找的東西呢 我們就買來用用 參考參考就好 這不是很精準的 參考就好 現在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環境呢 我們在天台 天台的這些植物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全日照的植物 全日照的植物呢 在光的躁度來講呢 我們現在測 我現在這樣子看的大概是 19萬 那現在我這樣子看過去呢 那個陽光太陽有一點點被 白雲遮擋 所以測出來的這個數值大概是 19萬17萬16萬 我們等一下再拉近一點給各位看一下 光的照度呢 以太陽光來講 根據我以前的測試呢 在沒有雲的情況下 那這樣測大概會測超過20萬 這台機器的它的上限的就是20萬 20萬超過就 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再往上了 它的這個單位呢 它是用 LUX 勒克斯 當然你要用 LUN 那個 流明也可以 一勒克斯等於一流明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跟流明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這邊 測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說 以仙人掌 陽台上的這些植物啦 不是只有仙人掌 可以全日照的植物呢 也就是說 這些植物呢 它可以 接受20萬以上 流明的照度 我們這樣測喔 20萬以上 因為這個機器 測 上限是20萬嘛 所以超過就測不到 我們就當作20萬以上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在這旁邊 像 現在這個旁邊有陰影的位置的話呢 測的話呢 可能大概2萬左右 我們現在這樣距離拉近一點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照度計 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測到的是20萬 剛好爆表 可能剛好沒有被雲遮住 你看現在上面寫的是2000 LX是勒克斯 勒克斯跟流明的單位 單位雖然不同 但是其實數字 是一樣的 它的數字是一樣的 2000 下面乘以這個100 等於20萬 現在的目前的照度呢 是超過20萬 流明或者是叫做勒克斯都可以 所以呢現在 像我們這深厚的這些植物呢 它生長的條件呢 就是要超過20萬 陽光直曬的條件下 要超過20萬 我們到陰影的旁邊 旁邊陰影處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是在這個 牆角邊 你看牆角邊呢 我們這樣測出來多少 264×100 就是 25000 26000 26000左右 牆角邊的照度是26000左右 好 我們 去換個地方 我們到樓下去 好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燈泡的 最近的距離呢 我們來測一下 這麼近 測一下 我按一下 是 24000 這麼近的距離 測出來的照度是24000 這裡是室內的燈光 燈光啊 我們再往 看一下 距離大概1米處 1米處的照度 大概 400左右 400 不是20000喔 也沒有乘以詞 是400 400左右 OK OK 我們換到外面去看一下 好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 三樓的陽台 陽台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測出來的照度值 是多少 5000多 5400左右 OK各位 我們剛剛 測出這些數值 是要做什麼用 當 這個光的照度在20000到20000之間的時候呢 是適合 全日照的植物生長的環境 那我們現在這個環境呢 剛剛測試5000多 如果 今天旁邊有稍微陽光 照進來的話呢 可能可以到20000 那稍微再 暗一點的話大概是2000多 所以呢 像蝴蝶藍啊 這些植物 它一個生長的一個照度大概需要 2000 到20000之間 那 全日照的植物呢 大概是要20000到20000之間 所以我們買這個儀器呢 就是 拿來做一個 參考值 因為有的花友啊 它會買一些植物燈照 剛剛我們是不是測試一下 在燈 最近的距離的時候 這樣測的時候呢 發現 距離燈 大概這麼近的距離的時候呢 可以測到 20000的照度 也就是說今天你假設要 養一些植物需要到20000的照度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 這麼近的距離 你的植物燈可能需要擺到這麼近的距離 如果你擺的距離越遠 距離1米的話 剛剛我們在 剛剛那個9瓦的燈泡 室內燈 距離1米的位置呢 我們這樣測呢 大概就只剩下 400 也就是說你如果距離1米 這樣照的話 它就只剩下400 400其實是不適合 這個 像蝴蝶藍生長的照度 那如果比蝴蝶藍 需要更高照度的植物 那 這個就會 更糟糕 那你就可能需要將這個燈啊 移的更低一點 所以呢 我遇到有些花友 他買植物燈 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放的多高 其實放太高是 沒有效果的 雖然他會亮 但是 你如果沒有照度繼續照的話 測試說 他現在的所在的照度 是多少 你根本就不曉得 所以 我會建議各位如果你需要 知道一下的話 可以買 家裡可以背一個 像我們家的話 我背這個是做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要安裝電燈 我安裝電燈我要測一下說 這個電燈的環境照度 到底是多少 才會夠亮 像剛剛我們這樣測 400 400 距離1米的位置 大概400 桌子的位置 再往下低一點 400的位置 就是我們家室內燈全開的時候 大概4500左右 照度4500 不是1000也不是5000 是4500而已 4500的照度 對人類來說 就已經是屬於一個 可以適合閱讀的一個照度 很亮 算是非常亮的一個照度 當我們在裝這個電燈 如果裝的 亮度不夠的時候 就表示說 我們需要買 更高瓦數的LED燈 或者是 多裝幾顆燈泡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買這個儀器 來做測量 才會知道 這樣測會比較準 那各位未來呢 你如果在養一些植物 或者是你們家裝電燈的時候 你可以買一個儀器 這個儀器很便宜啦 我們也不需要買太貴 因為我們不是要做 非常精密的去測量 我們只是要做參考值用的 它的誤差大一點沒關係 誤差到10% 也沒關係 不過應該不會誤差到這麼大啦 大概 可能3-5%左右 但是 這個數值 就足以 讓我們作為一個參考點 雖然我們不需要很精密 我們並不是說 假設一個電燈呢 燈泡 我必須要測到很完 完整的數值 然後公佈 我們不需要做到這種程度 我們只需要 稍微量一下說 這適不適合什麼 植物生長 或者你的植物燈放在什麼位置呢 才是最適合 最完整的一個躁度所在 讓各位做一個參考 舉個例子 剛剛我們是不是講說 植物燈假設放這麼高 我們剛剛距離1米的時候 跟植物燈距離1米的時候 測試的只剩下4-5% 其實那個4-5%的這個躁度呢 是不是 蝴蝶藍可能還可以 可能差了一點啦 其實像蝴蝶藍 我們現在目前的環境呢 這個躁度是5000 所以呢 你可能那個光呢 光源呢 必須再拉低一點 讓蝴蝶藍這附近的 這光的躁度呢 維持在5000左右 當然也可以達到1萬 蝴蝶藍的躁度呢 可以2000到2萬之間 這是我 這陣子 測量的一個 數據啦 所以呢 各位就當作一個參考 那各位如果不曉得 這個植物要用 什麼光度的話呢 其實可以買這個躁度計 去測試 OK 我們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植物跟光的一個關係 那用這個躁度計呢 測給各位 看看 做個參考 那之後呢 各位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去買一台 然後做測試 那你才可以知道說 你的植物需要放在什麼地方 剛我們測的時候 室內燈非常非常的暗 所以為什麼有的植物呢 在室內它是沒辦法生長的 因為剛我們在室內的 照度這樣測下去呢 只有 到400 500 再往低一點的話呢 你如果放在地上的話呢 那更弱 因為光的照度的亮度呢 它是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呢 為什麼 室內沒辦法養植物 因為它的 照度不夠亮 除非你的 室內燈啊 照度可以開到 超過 2000以上 甚至達到1萬 不然的話 這很多植物呢 它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除非是那種 落光植物 OK 我們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 植物 跟 光的照度的一個關係 跟各位做個經驗分享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